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岳谦 当柯文哲宣布要阻挡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就是郭台铭到底会不会跟柯文哲合作 这是目前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现象 就传出所谓的郭台铭要跟柯文哲合作 不管成与不成 我觉得这个对于郭台铭也好 对韩国瑜也好 对国民党的吴敦毅主席也好 都构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们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原本在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大家都及熟悉的客观的事实 就是在九合一之前 其实国民党是奄奄一息 即使民进党的执政是如此的糟 蔡英文的做法 是如此的让台湾的民众这样的深恶痛绝 但是国民党还是奄奄一息 一个突发骑兵 本来想都没想过他会赢的 韩国瑜刮起了一股韩式旋风 创造了一股寒流 这股寒流把整个国民党的士气打出来了 县市场披风斩起 打下了十五个城池 议员那就字不在话下了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就给他一个封号 叫做一人就全党 声望如日中天 国民党的士气也大震 民进党被打得七零八落 坑着一看他到底能参选还是不能参选 他陷入的忧郁不决 先说六月做决定 后来又改八月 现在要改到九月 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当声势上来了以后 民间有一股声音 说韩国瑜你就继续出来选总统吧 本来韩国瑜看起来也有这个意愿 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动能 力量在往上走 韩国瑜接二连三的到东南亚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声望一波拉上一波 到了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是声望到最高峰的时候 突然间 那么国民党杀出一个陈咬金 郭台铭说他也要出来选 郭台铭的身份不合的 国民党为了他 就给他一张这个所谓的荣誉党员证 党员荣誉证 只不过就是因为他借了四千多万台币 无息的借给国民党 就给他一张荣誉证 郭台铭捐给马英九的基金会八千万 更多是捐是送给马英九 但是给国民党是借的 这样都能够换到一张党员荣誉证 大家都知道帮他开脱 帮他走后门 给他一个党员的身份 一个合格的党员身份以后 从不合格变成合格 马上可以选总统了 选总统他说我不接受真招 我只要初选 所以所有人都要乖乖的给我回到初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毅 也就是说全部都回来初选 王近平退出去了 最终五个人 他说要证件发表会 也配合他证件发表会 他说不要爱普罗跟旺中有关的 不要爱普罗 他说不要中天转播 后来大家就说难道你要找三立 找民事转播吗 所以后来又找了一个电视台 说坚持要跟中天搭配才行 其他的电视台不用 几乎都配合他的意思了 他宣布 他宣布 他在领取党政的时候 他说一定要初选 赢了他就想办法赢得选举 让国民党重返执政 输了他就支持胜选的人 好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国民党在从四月一直到最终 这一百天里面 国民党有没有作弊 吴敦毅在初选的过程中 有没有作弊 郭台铭多次指控初选不公 但是国民党的党中央说 你要怎么样都配合你了 你说初选不公 你告诉我们哪里不公吗 你说民调不公 你告诉我们哪里民调不公吗 没有任何证据 好五家民调都排除爱普罗民调了 最终韩国瑜大获全胜 郭台铭输得很惨 输了十几个百分点 其实按照一般的民调来看 到今天为止 郭台铭的民调也都远远输韩国瑜 但是郭台铭到目前为止不肯认输 不肯接受这个结果 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说我选输了我支持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么说 相反的他的基要 他的基金会的很重要的参与 这次初选的人物 跟柯文哲的很亲信 蔡壁如彼此之间有了一些走动 柯文哲也一直不断的对郭台铭示好 郭台铭从来也没有说 我一定支持我党的候选人 因为我要兑现我的政治承诺 反而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又开始了 如果国民党有作弊 你就直接指控这个初选不公 你就直接指控国民党党中央 武敦义要为他的作弊负责下台 这样的情形你获得正当性 你要求要不就重新来一次 要不你就脱党 但是也都没有 也都没有的情形下 你不接受这个结果 不接受这个结果 会让台湾的广大的民众 让国民党的民众 让国民党的党员 他们会觉得这样子很奇怪 韩国瑜的情况越来越不理想 因为国民党内部还在分裂 老百姓看不下这个党 老百姓看这个党服务起了阿斗 那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 虽然韩国瑜现在的民调支持度 还领先于柯文哲 领先于蔡英文 而且还领先还蛮有幅度的 但是如果国民党内部继续这样子混乱下去 这个仗怎么打呢 如果说今天郭台铭硬要搅局到底 而吴敦毅都不处理 我这边建议 我这边建议 你韩国瑜你要不你就不要选了 你就说那我就请吴敦毅出来选好了 因为你这个党主席你也不处理 那我现在这样子我怎么选 党内那么混乱我怎么选 那干脆你吴敦毅出来选好了 如果也不是 吴敦毅你也不能出来选 那你就当一个党主席的样子 好好的处理你党内的问题 你要处理党内的问题 让这次的选举处于一个比较好打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个应该要赶快处理了吧 一直等下去一直拖下去 然后一直暧昧不明 泱泱一个大党 党主席也不吭声也不处理 当初拱郭台铭出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 也不出来去劝劝郭台铭 或者是表态一下 那么团结在国民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的旁边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韩国瑜干脆就不要出来选了 就让你吴敦毅一个人出来选好了 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五色觉醒 下颜色 下颜色 没想到 接下来 再回答 大家 觉得 我